92年故宫墙上出现成牌宫女,仅现身五秒,留下一张照片后便消失,今天的北京旅游圣地故宫曾经是名清两个王朝的皇家宫殿,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处处都透露着皇家威严,处处都是等级与身份的昭彰,因为它的特殊性,又因为古代的皇家宫围总是藏着各种密室,因此人们在参观这样的地方时,一边为古代的鬼斧神宫而赞叹不已,一边总是好奇,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众多好奇掺杂在一起的时候,一些奇异的事情都会引起人们的探究,甚至还认为那些奇异的事情跟密新有一定的关系,在1992年,一些人在参观故宫的时候,就抱着参观旅游的心,发现了奇异的现象,那就是宫墙上出现了成牌的宫女,她们只出现五秒就消失,但人们还是捕捉了这一时刻,留下照片,那么,这其中是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说起古代的皇家宫殿,我们很多时候只能靠一些基本的文献内容,想象它们是如何的巍峨壮观,比如明洞古今的阿旁宫,我们不知道岂有多辉煌,只能凭借阿旁宫附中的语言来想象, 因为古代王朝更迭频繁,后来的皇帝居上,基本上会舍弃前朝的皇宫,以昭示新朝的存在,因此,今天的我们,很难看到古人的皇族中人,究竟是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参考,比如明朝和清朝皇帝和后妃们的生活环境,我们不仅能从殿势上获取, 还能进行实地的考察,那就是,如今矗立在北京已经六百多年的故宫,故宫是明朝永乐四年开始建设的,中间历时十四年建成,后来清朝的满清贵族入驻故宫,又对其进行了维护与建设,所以,经过风雨洗礼的重重攻却,还能出现在我们的眼中,并且,现在我们可以花基本的门票钱进行参观,在参观的过程中,很多人对古代帝王们的生活环境,有了大致的了解,但随着了解的一些历史秘辛, 和一些清宫影视剧的影响,很多人对故宫的众多地方,更多的是,存于一种好奇,探究的态度,总觉得,这里面存在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经过时间的推移,他们没有消失,反而会时不时出现,让人毛骨悚然,比如清朝的真妃,虽然是光绪帝的宠妃,很得她的喜爱,但因为顶撞慈禧太后,为她所不喜,后来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直接命人将真妃投井,因此, 很多人从真妃这一事件中,就得出结论,北京故宫的后宫,是一个后妃争宠的地方,弥漫着看不见的许多硝烟,因此,这里也存在很多,红颜便枯骨的斜鱼类, 了解古代宫廷密史的人,就可以了解到,一入宫门深四海这句话可不是夸张手法,甚至真实的历史,还比这句话更残酷更血腥,特别是对于无权无视的宫女来说,从她们踏入皇宫开始,她们的生命就已经不是属于自己了,历史上无数宫女死了,连水花都不会见一下,在皇帝和后妃们眼中,宫女只是工具人,处理她们,真心就是如杀死一只鸡鸭一般, 后宫争斗都是非常残忍和血腥的,在种种宫廷密文的背后是一个个阴谋,而身为皇宫最底层的宫女,她们自然是阴谋最好的替罪羊,关于宫女的卑微和悲惨命运,各种轻工具就可以给大家科普不少知识点,因此,古代宫女被刺死,大多数不是因为她们犯了什么大逆不道的罪,而是因为她们成为无辜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故宫作为我国古代明庆两朝的皇宫, 她的历史底蕴和厚重感是毋庸置疑的,她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在古代,皇宫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也是天下最神秘的地方,对于古人来说,皇宫代表着神秘,威严,权力,当然,皇宫也是天下最盛产神秘事件的地方,古人将天子视为天地之子,为了给天子披上君权神兽的华丽外衣,为了将中军爱朝廷深深地种在老百姓的思想里, 古代皇帝们往往会动用舆论机器进行造势,比如说出现祥瑞,出现神龙等等神秘事件,这种鬼神之说往往能够让老百姓更加相信他们的君王是上天认可的古代的农民起义军首领, 在起义时,往往为了树立起正义和正统的旗帜,为了给自己披上天之子的外衣,他们也会在起义事件上下功夫,比如说不少古代起义军就喜欢意外地挖到一块石碑,然后碑文中出现起义军首领是上天选中的救世主这类文字,除了文献资料以及影视剧的影响,还有就是故宫现在的开放时间,也让很多人展开了大胆的想象,现在的故宫开放时间到下午5点就结束, 因此,很多人觉得这里在5点之后或许是十分可怖的地方,指不定能了解到不为人知的秘心,而1992年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好的例子,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1992年的某一天,故宫旅游景点到了下午5点的时候依旧没有关闭景区,当时的旅客很多人也没有离开,大概是多想看看这里的宫阙楼宇,不过天宫不作美,人们还没有离开的时候, 这里就下雨了,于是人们躲雨的躲雨,撑伞的撑伞,但就在众人因为突如其来的雨忙忙碌碌之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当时故宫的一处图满珠漆的墙上出现了诡异的画面,墙上像是造播放无声电影一般,几个宫女穿着满清的旗装走过,在雨帘中隐隐绰绰的,十分诡异,当时的旅客惊呆了,一时间只觉得毛骨悚然,当然也有好奇的人拿出相机赶紧拍下来, 就这么短短的五秒钟时间,在很多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珠墙上的宫女幻影就消失了,不过,有些眼疾手快的人还是留下了照片,而这张照片已经发布,顿时引起了人们的讨论, 因为故宫作为一个历经明清二十多位皇帝的宫殿,按照一个皇帝后宫加历三千的说法,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女子,而这些女子中又有多少是真的喜欢宫廷的繁华富贵呢? 她们中的很多人被困在紫禁城中一生都出不去,因此很多困在这里的后妃,宫女心中有多少恨,多少怨,人们不得而知,但总之是不好过,于是有很多人纷纷猜测, 这珠墙上穿其装的宫女是不是满清的某一个时期,一些经历过什么事情的宫女最终死后依旧心存怨念,所以突然出现这么一段诡异的成牌宫女走过的画面,如此有热度的事情不可能没有人关注,所以很快就有专家出来对这起灵异现象进行了专业的解答,原来出现成牌宫女幻影印于强大的画面,主要还是跟墙上涂抹的大红珠漆有关系,珠漆这种涂料里面含有四氧化三铁,化学物质, 它应用的地方有很多摄影器材里面就有,而摄影器材含有的录像功能就是它在发挥作用,所以珠墙上的宫女成牌路过的也有了解释,据专家们说,宫女们的幻影可能是清朝某一个时期雷雨交加的晚上路过此地,然后珠墙在雷雨条件下发挥了录像作用,就将其路进去了,而在时间的推移下,1992年这个傍晚下雨的时刻,珠墙又遇到了同样的自然条件, 便出现了很久以前宫女们走过的画面,因此这不是灵异事件,而是科学情况下发生的一起偶然事件,这个发现虽然解释了红墙宫女幻影的现象,但并未完全揭示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由学者提出, 这些宫女的出现或许与故宫的地理环境和建筑结构有关,他们认为,故宫的某些特殊建筑在光学作用下可能产生折射,反射等现象,形成了类似于海市蜃楼的幻觉,此外,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大量文物中,有许多是珍贵的宫廷文物, 可能其中有一些具有特殊的光学属性,在特定的条件下能产生奇异的光影效果,除了光学和物理学的解释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些宫女的幻影可能是古代宫廷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投影, 他们认为,现代的人们对于古代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厚的兴趣和怀旧之情,这些情感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可能被激发出来,形成了幻觉和错觉, 很显然,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科技的时代,所以一些所谓的灵异事件,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些秘密,还没有被发现,也正是因为是个科技的时代, 因此,故宫红墙上的宫女不可能是所谓的鬼神之士,她只是科学情况下留下的一丝关于过往的记载,而其他的很多事情也是一样, 因此,当我们遇到一些暂时无法解释的事情,不妨想想它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毕竟我们现在不是上万年前的原始人,很多事情无法解释的时候, 就将其与头顶的三尺神明产生关系,这种认思维发散的想法并不会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可能让我们陷入回到原始的愚昧境地。